嗨,大家好,我是小兰医生 今天我们要聊的是那个支持我们整个身体 让我们灵活行走的小工程怀关节 或许你对这个地方不太熟悉 但它可是有着一堆有趣的冷知识 废话不多说,咱们一起来揭开怀关节的神秘面纱 一,怀关节是我们身体的枢纽 首先,别小看了怀关节,它是我们身体的一大枢纽 无论是站立,行走,还是进行各种运动 它都在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是我们体验世界的基础 二,怀关节是灵活达人 怀关节可不是只负责支撑,它还是身体的灵活达人 它让我们可以随意转动,弯曲脚踝 完成各种高难度的动作 就像是我们身体的一对柔软的脚链 三,怀关节有点神经光学迷彩 这个太惊奇了 怀关节实际上有一种神经光学迷彩的效果 在我们站立的时候 怀关节的微小变化能够通过神经系统传达给我们的大脑 让我们保持平衡 四,怀关节是运动防线 怀关节还是我们身体运动的防线 在进行剧烈运动时 它会通过一系列的反应来防止我们扭伤或受伤 是不是觉得自己的怀关节像个体操运动员 五,怀关节是夜行冒险家 你可能不知道 怀关节在我们夜间行走时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它通过一种叫做足底感觉的神经传递系统 帮助我们在黑暗中保持平衡 是不是觉得自己有点像夜行冒险家 六,怀关节是动作表演家 怀关节不仅支持我们的身体 还是个动作表演家 在舞蹈、运动中 它通过变化的角度和运动幅度 使得我们的动作更加流畅和优雅 七,怀关节是身体的振动吸收器 最后,怀关节还是身体的振动吸收器 在行走或跑步时 它通过一系列的结构来减轻地面冲击 保护我们的腿部和骨骼 是不是感觉自己的怀关节是个守护者 这就是我们身体中不起眼但至关重要的怀关节 下次当你感受到行走时的轻盈 或者在运动中完成高难度动作时感到顺畅 或许你会对这个小部分的身体有更多的好奇和敬意 您是否还有其他的想法和发现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和我们分享